保留數8850萬當中 毒品的罰環保留數是有7471 然後交通罰環只有1379萬 也就是毒品它的罰環的這個金額裡頭 在所有的保留數裡頭 毒品占了84.4%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罰環針對毒品的這個使用的人來說 我覺得根本沒有辦法發揮它的功效 所以呢你即便裁罰它 它一樣不繳 而這個數字這麼高 我們還沒算累計數 我現在只算104年的決算數 這個累計數如果加起來會更可怕 那我現在再回過頭來看 在我們104年度的決算報告當中 我們看到桃園從民國101年開始 這個一級毒品 二級毒品跟三級毒品使用 這個犯罪率 毒品的犯罪率是節節升高 在這個審計報告當中 說警察局沒有辦法有效地遏止 這個毒品泛濫的情況 但是我從相反的方向來看 我在這我要鼓勵你們 因為我們不希望看到造假的數據 我們也不希望看到鴕鳥心態的出現 我們要的是真實發生的這個數字 所以今天你們敢把這樣的數字 能夠寫在這個決算報告當中 表示你們真的有重視這件事情 有相對的勇氣在處理毒品的問題 那重點就在於我們看到我們的一級毒品 我們整個桃園 桃園的這個毒品的犯罪率在104年 是每10萬人有248.46件 高於全國平均值 全國平均值是211.09件 但是我相信其實還有更多的數字 是沒有在這個表裡頭的 那我們從這又看到你一級毒品 二級毒品跟三級毒品分別 所持有的數字 但是我們看到了三級毒品裡頭 它的數字比較低 可是我個人認為 三級毒品是目前危害最大的一項 為什麼 因為第一 取得容易 第二 便宜 所以呢 深入校園裡頭 讓青少年染毒非常嚴重的 就是三級毒品 當然還有二級毒品 我們看到這個數字裡頭 我想這個數字可能只是什麼 只是被刑法移送的數字 可能行政財罰的數字 都沒有在這個裡面 那對照來看這個地方 毒品罰還 我們知道三級毒品 它必須持有超過25公克 或者是販賣或者製造 它才會用刑法移送 否則都是行政罰 行政罰就是罰還 就是罰錢 所以我們看到 這麼高的一個毒品罰還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罰金 罰還 可是問題是 這就 這就凸顯出 從數據 從我們罰還來看 就凸顯出 我們第三級毒品 其實它氾濫的情形有多嚴重 而這樣的一個 罰還的一個措施 是根本沒有辦法遏止的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今天從這些數據裡頭來看 我們要要求的是 警察局 當你看到這些數據之後 我們不要駝鳥 我們希望你能夠真正的去追查 今天為什麼會吸毒 犯罪的動機是什麼 犯罪的形態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來預防 那我每次一直講 我在好幾次青年事務局質詢裡頭 我就講 我覺得青年事務局啊 它可以做一件最好的工作 什麼做別人都沒有辦法做 或者別人不願意做的工作 既然我們現在青少年 吸毒人口不斷的節節升高 青年事務局 其實真的應該要配合 警察局少年隊 針對怎麼樣來讓孩子有成就感 怎麼樣把他從校園裡頭 把他從校園外頭把他救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青年事務局 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能夠 青年事務局能夠針對這個部分 副市長 我們知道毒品氾濫 它可能衍生更多的問題 包括竊盜 包括搶劫 對不對 我們的汽機車的失竊率也這麼高 那搶劫 竊盜 那麼當然可能還有 這個更多的這個犯罪形態 會不斷的出聲 包括性交易 對不對 都有可能 詐騙 這都是可能因為吸毒 而衍生出來的問題 那我們覺得青年事務局 幾乎案子都在委外 那委外你看他這個 這個弄的那個創客空間 竟然一年可以花 一千四百九十九萬 去把這個地方委託給他 用了六個人對不對 然後呢民眾去 還要另外再付錢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政府啊 給他錢 讓這六個人 待在那個辦公室裡頭 吹冷氣 聊天 閒磕牙 對不對 然後民眾要去 還依附官僚心態 然後在那個地方 要有加入會員才能使用 沒有加入會員 沒有加入會員的話 有加入會員使用 沒有加入會員 你要用更高的價錢 然後來 來使用這些器具 而這些器具 全部都是公部門 用的錢 我覺得如果今天是這樣 你倒不如 把這個一千多萬 把它拿來作為這個青少年 吸食毒品 怎麼挽救回來的一個專案 我覺得要來的更有意義 謝謝醫座 這個反毒的部分 我們會跟衛生局 還有警察 我們又來參與 然後這個沒有一千四百九十九 只有一少部分 我們再跟醫座來做說明 你這個案子委託出去的金額 就是一千四百九十九萬 這個人員的部分 我認為 我認為既然你們已經用了 那麼多的人 在那個地方了 那這些人就可以去管理那個辦公室 不需要在委外 去管理這個辦公室 然後這個錢拿來 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怎麼樣去做一個專案 對不對 青年事務局後 做一個專案 就針對青少年 對不對 中措 我們的中措比例又是最高的 針對中措 針對吸毒 做一個專案 搭配的水分 都要在那裡 搭配的水分 是可以做的 因為你還要抓到 那天 就很難看 那天 有什麼事 都要聽得到 對中 都要找到 那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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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 延中傑委員時間六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局長 我現在請青年事務局 局長 青年事務局大力推動 參與市預算 什麼是參與市預算 目前全國有哪些縣市 有實行參與市預算 推動參與市預算的宗旨 和未來的目標為何 大概簡略的說一下 好 謝謝一座給我們說明的機會 那我們推動這個參與市預算 從去年度做這個訓練 然後到今年 有一個真正的演練的地方 那目前在全台灣 分別有台北市 十三個行政區 然後在新北市 包含這個行政區的達官禮 然後六個局處 還有我們台中市的都發局 台南市民政局文化局 高雄市的民政局跟研考會 還有我們文化部在全台灣六個禮推動 所以總共其實在全台灣 已經有好幾個地方都在推行這個參與市預算 另外我們參與市預算是希望能夠更聽青年人的聲音 那其實它最終的目的是希望來作為公部門 在執行各項政策的時候 能夠更符合民意的需求 簡單的跟一座來做報告 那你現在實行的怎麼樣 我們實行的部分是這樣子 我們在9月24號 10月1號 10月2號 分別辦了三場的工作坊 那一個工作坊其實原本我們的要求是 一個只能容納60個人 不過報名相當踴躍 我們大概有180幾個人來參與 那這個就針對這個三場 總共他們提了四個提案 那我們也會來做後續的做演議做參考 好 我想這個你要考慮到 會不會有人這個一些意見領袖或被一些財團 他在主導這個名氣會不會 目前不會有這個狀況 因為還要送議會來 經過議會的審查對不對 所有的預算都會在議會來接受我們議員的指導跟監督 好 我想這個我們桃園市也開始在做了 那希望你這個要做好 好 我們會來持續努力 好 那我再請教我們警察局 議員議員好 你們都辛苦了 那今年的9月1號 在我們龍潭 這個龍潭國中有一個封路的案子 封路以後呢 就第一天9月1號封路 那麼群眾 那附近的居民就有一個抗爭 那抗爭局長應該很清楚吧 是 那上林裡的反封路制就會去抗爭 那差不多有多少人呢 那天好幾百人 好幾百人 我認為這個抗爭你們處理得很好 局長你認為這個處理得好不好 我想我們龍潭分局處理得非常好 處理得非常好 那也謝謝一座也都有到現場協助 對 因為那個雖然是沒有申請的非法的集會抗爭 可是呢 我想警察這個這次就是一個很標準的模式 如果將來有更大的抗爭 或者流血的抗爭 我想你們可以依循這次的模式 因為這次你們有預先的收集情報 知道這個事情為什麼民眾要抗爭 你知道為什麼要抗爭嗎 因為他經過這個龍潭國中的這個道路 對 因為這是百年通道 一百年這個通路 附近的居民都走那條路走習慣 也經過我們過去的鄉公所養護 弄得美輪美化 非常的舒適的道路 龍潭國中要拿回去 這個是老百姓他的心態可以體諒 我跟你講最早的那個路 那個路都是老百姓 當地老百姓捐出來的 捐出來的給學校竟然不能走 所以情何以堪 他們會抗爭 雖然他們很多場工廳會 那些民眾都是事實要跟你們對抗 可是當天沒有 我覺得你們的情資做得很好 有多少人有說多少道具有沒有棺木 而且最難能可貴 龍潭分局派了很多的我們的所長 警官下去把這個民眾安撫 這些里長還有這個意見領袖 都看了我們這個分局長的面子 很多事情就算了 就等於是表達了非常氣憤 但是這個法律這個規定的 九月一號公有這個依法 所以你們是依法保障合法 但是也很和平的 讓這次抗爭落幕 我再請教局長 什麼時候會有流血的抗爭 就是什麼時候你們要動用警力 甚至動用槍支 武器 催淚彈 我想那個是最後比較激進的 可能已經脫序了 那像這種我們都是用柔性的處理 撕下去 等於是約制 輸除 那讓他們充分的表達訴求 我唯一的一點要求局長 不要讓我們的警察弟兄 被打 或是打不還手 該有所作為的 我們這些民意支持你們 警察一定要有一個 公正良好的形象 好不好 好的 必要是我們嚴正直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彭君豪 彭議員 劉仁 趙 劉議員 以及林志強 李議員 三位議員共用十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 呃 謝謝議長 那首先來請教我們警察局 李局長 李議員好 警察局長 你辛苦了 那今天早上有議員在 這個詢問我們警員使用槍械管理上面的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你們也受委屈了 那麼我們講實在 警察系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 那除了人治以外 人的這個治理之外 我想在管理上面 除了這個人 我們還在裝備上面 需要做一些更經濟的這個增加 或者是系統上面的這個要求 那麼我想 呃 今年105年 全國啊 造成這個重大的警計事件 我想 呃 也非常的這個多 造成整個社會的這個不安 那在這個部分上面 呃 其實 呃 這個 相對的我們就可以檢視到 我們整個這個警察系統 包括我們警線的這樣的一個管理上面 的一個缺失 我們希望可以針對這個部分來做一些改進 呃 那我想在這邊請問一下局長 呃 那今年 呃 這個警察單位這個制裁跟槍殺民眾 呃 的這個案件 我想全國的部分大概有幾件 全國大概八件 八件啊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不樂意看到的 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部分能夠做一些協助跟改進 我想在這樣的一個部分 造成這個單位及社會的不幸 呃 若在 呃 能在這個遠景下勤之後 發現這個這個槍械未歸還 或者是提早發現的話 我想可以嚇阻或者是提早了解 呃 這樣的一個使用的狀況 呃 造成這個我們可以先了解 呃 避免這個我們造成這個後面的不幸 呃 局長你認不認同這一點 非常認同 槍彈的管理 呃 一定要綿密加強 呃 我想除了除了是人的管理之外 呃 這個裝備的管理也非常重要 目前你們呃 在槍械的管理上面 現在還是以這個呃 人為上面來去管理嘛 譬如說就是我們可能是使用 呃 要領槍取槍的 要取槍的時候就是用這個鑰匙來 來控制他們的這個取槍的這樣的一個動作嘛 對不對 是的 現在是用槍彈分離 槍彈分離啦 我想這個部分喔 呃 我想還有更好的這個系統 能夠協助你們來去做這樣的一個管理 我想這個部分 呃 你們好好的來去研究一下 好 我想喔 呃 就像林議員所說的 在現行的一個管理制度上面 在傳統的管理制度上面 顯然的 現狀呢 是發生了不少的一個問題 處理長 先請問一下局長 在現在的一個槍械管理上 在發生那麼多事情之後 我們各分局或各派出所 如何去加強管制及管理 那相關的做法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簡單的說明一下 那我們這個各級的督導幹部啊 這個槍彈的一個管理 把它列為督導一個重點 那另外值班的同仁 對於這個槍彈的一個檢視 一定要特別留意 那另外就是分數派出所的所長 副所長 這個也列為重點 那我們值班的同仁是每兩個小時啊 要檢視一次 那所長副所長就是早晚 要各檢視一次 所以聽起來喔 我們還是屬於比較傳統的方式 用人來做這樣的一個管理制度 那我覺得其實 就是剛才講說我覺得 時代不再的進步 那我想很多事情 人總是難免會出現一些惰性 會出現一些失誤的時候 所以我想這種做法 我們要不斷的更新 那怎樣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漏洞 讓它減到最少這樣子 我想在這個部分 那個局長 我想這個部分齁 其實可以利用現在的一個科技 來補充這樣的一個人為管理上面的一個缺漏跟殊師 我想在你們景光雜誌587期的這個期刊裡面有刊登 這個自動化指紋槍械管理系統 我想這個部分 那個局長你知道有這一套系統嗎 謝謝一座 這個是保六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第一大隊第四中隊 也就是立法院中隊 才有這個設備 我想這一套設備齁 它是一個非常先進的一套設備 而且可以完全的管理這個園警的出行的紀錄 還有它的這個整個領槍環槍的這樣的整個系統都已經建置在這套系統上面了 我想很簡單的我們看這張海報 有長槍櫃 有短槍櫃 它有幾個模組 還有這個就是它的整個系統的模組都在裡面 那如果這個園警要起槍要透過兩道的認證 第一道認證就是值班的這個園警 再來就是要執行的這個園警 他們的這個指紋的這個辨識的認證 我想整個系統上面都很清楚 而且很簡單 非常簡單 槍櫃裡面有沒有槍 或者是槍出去 或者是槍沒有回來 這邊系統馬上就會做一個警示跟這個回報 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們有沒有考慮到 我們在桃園市的轄區裡面來建置這一套系統 謝謝一座 我們會考慮 因為保六這個一大四中 他們在九十一年建置的時候 一個櫃子是五個槍格 它是十萬五千元 十萬兩千五百元 所以等於一個一格就兩萬兩五百元 那目前他們這個立法院中櫃 他們是建置了一百一十格 對 所以這個經費是立法院撥給他們的 所以如果在我們局裡面的這樣的一個 市政府裡面經費允許之下 局長你願不願意來 來把這一套系統帶到桃園裡面 非常願意 因為立法院中隊他一百一十格 他們是立法院給他們兩百二十五萬五千元 那我們目前我們同仁 這個領用槍支的是兩千五百三十支 那如果建置起來大概就要五千多萬 那如果再加上長槍的話 那可能另外 那我們是會跟市長報告 我們是不是也請我們議會支持 我們可以逐步來推動 好我們的逐步來推動 我想這套系統 它很完整的可以完整的紀錄 而且主管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到底領槍用槍 這個環槍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整個紀錄都可以紀錄得非常完整 所以這套系統你們可以好好的去考慮做這樣的一個建置 好不好 是的 謝謝林議員 其實我們就知道說這樣的系統 確實對我們的應該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如果經費如果說有限的狀況下 我們也可以先挑幾個派出所或分局 來做個示範性的一個 來做實際上的一個設置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甚至喔 因為剛好本席今年是我們的一個警政衛生的一個召集人 我也想請我們的分局 那我們一起去保留總隊來做個考察 那實際去瞭解這套系統 這樣好不好 好的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好 那最後人造在這邊做一下簡單的結語 其實就是說剛才聽了一下局長大家瞭解 其實我們目前的制度可能兩個小時檢查一次 那如果我們用系統的話 他可能定期就會檢查 因為老實講 人為的管理久了就會有多近 因為如果知道這個漏洞 有心人是想要去操作的話 他就利用這兩個小時漏洞 還是可以把這些槍支 比如說慢點歸還 所以我覺得說制度把它建立起來 用系統來控管 這樣就可以防止一些可以避免發生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要請市警局 認真來考慮槍支管制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所以說我剛才局長也提到 如果在我們市政府支持議會支持 議會支持金費的預算許可之下 我們也會來推動這項 運用這個科技化來管理 可能以人力來管理 那我接下來就要請副製長 我們副製長 剛才我們討論了這麼久 這個覺得副製長覺得可行嗎 我想謝謝三位議員對於整個 槍的管理的關心 有關這個整體的自動化 我們請其他局做評估 對 評估只要確實可要 而且效益是夠好的話 我想我們會來跟市長報告跟他支持 對我真的希望說我們的副製長帶回去 然後我們局長這個議題帶回去 跟市長來討論 我覺得說用一點點的經費 但是可以把這個制度建立好 能把槍支控管好 控管好未來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一些問題發生 這是很重要的 能讓我們老百姓安心 能讓我們警察局 各個單位市政府都安心 這是很重要的政策 所以我這個部分再請局長跟副製長 大家都一起來努力 好 那我最後再提一下 其實剛剛很多議員提到說 有關警察心理智商的問題 其實確實 我可以發現說 現行的官老師制度 我覺得是不太夠的 也是有檢討 或者說在進步的一個必要 比如說 我們說他屬於比較被動的 第二個 我認為 很容易會讓他覺得 有標籤化的形容 這種狀況出現 所以我認為 未來 還是要靠一個比較主動的態度 主動發掘問題 主動了解他們 用定期的方式來做處理 甚至我常常講 或許有我們的主管 來帶頭去做這個心理智商 我相信對未來 我們計程警員的壓力 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另外呢 我知道我們第一線的警員 在執行上面 當然也很辛苦 但我覺得 違法或違規 還是有個分別性 我們對於一些 十二不赦的違法之徒 當然要展現我們警察的硬漢 我們的威權性 但是對於一些比較 比較深斷小民 比較困苦 比較難過的那些 一些市民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何而不兇 那減少這些糾紛 我想 產生糾紛 對於我們執行上面 並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那最後 以下幾點建議 謝謝我們這樣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李博房李議員 吳宗憲吳議員 莊一輝莊議員 歐秉承歐議員 李銀強李議員 楊敬埔楊議員 蘇志強素議員 八位議員共用三十五分鐘 請發言 還有劉盛全劉議員 八位議員共用三十五分鐘 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李議長我想糾駕於這個 我們大溪林局長 林芬局長 平常我請教一下 你來台客這段時間 你對台客經過 相當的問題就是在家對不對 那入口的監視器呢 一直是我們地方民眾最期望的 那你在未來的明年 以及未來的時間 你到底對我們大溪的監視器 有沒有什麼樣的具體的規劃 謝謝一桌的指教 有關於入口監視器的部分 已經是我們在維持 地區的資安跟交通 非常重要的一個設施 在市府跟警察局 也都非常的重視這一塊 那目前整個大溪地區 已經建置了五百六十六支的監視器頭 包含警察局本身建置的天羅地網 以及租賓室的這些監視器材 另外在106年 以及106年跟107年 也有租賓室的這個鏡頭 我們警察局目前給大溪分局的 俠內包含大溪地區跟復興地區 總共預計要設置五百六十六支的監視器頭 相信在補足之後 在等同是過去以來 建置的量從再加一倍 可以在整個地區的資安維護 跟交通的需求上 可以大大的提升功能 好 那局長我想 就是針對重要的入口的部分 跟社區重要的點 就請你好好評估一下 到底要設在哪些點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警察局長 說實在話 毒品啊 我相信每一個議員都蠻關心的 事實上你們警察也很辛苦 你們抓不到死啦 到方也都綁出來 你罰款也沒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喔 警政署長由你來做 我覺得台灣才有救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你知道嗎 現在的我覺得國家都軟趴趴的 要跟菲律賓邪嘛 我不是以說贊成是槍斃啦 我是覺得說警察刷到毒品 你們抓的鑰匙 每一個埋怨的鑰匙 對我們家庭社會都不是很好 只要家裡有一個吃毒品的 我們這個家庭 農不早就很慘 所以我每一個家庭 只要是家長 碰到這個問題都會很頭痛 尤其你現在國中高中都很多 真的很無奈你知道 我覺得這要用疾刑來處理 就像新加坡嘛 我們警察人也都那麼壯 就直接抓到就編兩次給他 我看他還敢不敢犯 你送到法院就放出來 對你們沒有意義 說實在話你們真的很辛苦 其實我今天真的要感謝你 綜藝分級有一件事情 我新婦有一個親戚養豬 他的親戚打電話給我 我想說你領導會煮什麼 搞到上面小館下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人是住中壢 住中壢我想說你有沒有報案 他說有 那這個人很奇怪 這個女孩子三十歲 心亂要死不死 要照管他們 照不開 那家長又煩惱了要死 我就一直在麻煩我 我想說什麼事情 三更半夜的 後來我想沒有什麼辦法 我就打到中壢 問那個中壢分級長 我說分級長 你麻煩你給我查一下 有一個中壢一個顯民 姓中 姓葉齁 姓葉的樣子 說一個女孩子三十歲 我說想不開 我說你幫我查一下 他家長很緊張說要自殺 後來他一查說這個人好像跑到 彎英永安宜港 我想說他怎麼那麼厲害 新屋還是彎英 永安宜港在哪裡 新屋 就跑到那裡去你聽 那我就跟他家長講 我說你那個小孩子 女孩子 跑到那個永安宜港旁邊 我說你可能先到那邊去一下 就坐在附近 他說你怎麼會知道 我說我有打給中壢分級的 我有了解你的情形 我覺得我們同仁真的 真的不錯 我們警察同仁 你一隻命 我幾十個 我家在我還沒跑到六十九九 分級長 所以我值得我興奮 我跟他肯定 你知道 後來這個家長真的很感謝 都會一催到那個小孩子 剛才吃到 睡著睡著睡著 所以說我是覺得 警察有時候我們警察 同仁實在是很辛苦 就像毒品的事情 為什麼每一個議員那麼關係 其實我們法部重言 所以說造就你們真的很辛苦 今天要是勞基法在管你們的話 你們同仁都上十二個小時 十個小時 沒有一個同仁會厭言 像現在勞工一天到晚抗議 你最十多點前 我們勞動錢 就是我們同仁敬業精神 真的不錯 所以值得我說 希望中立分級 應該跟他獎勵一下 機長 謝謝 這次 您就人一命 你可以生萬章 我沒有 真的不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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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局長 李局長 是 莊議員 真的是很體恤你們 當然 如果你們的手腕 能夠像菲律賓總統這樣子的話 我看我們的毒品應該會沒有 這一點 但是我們的國家法令 大概不允許 你局長還是很盡忠職手 那我想請教局長 我們有一千一百二十二處 有裝這個監視器 那還有七千多支的攝影機 我一直覺得 一座報告 一百零五名已經監視完成了 一共九千五百二十四支 一共有九千五百多支 最近九月一號整個啟用 但是有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前幾天有一個老人家 他離他家找到屍體的地方 大概有五到十公里 結果一報警以後 整個監視器都找不到 他失蹤的時候 今天晚上 今天下午失蹤 然後報警 到第二天早上 完全都找不到他 從哪裡走到哪裡去 到最後找到他的時候 是早上九點多 距離他家到那裡 最少有五公里到十公里 但是沒有半個監視器 看得到他 到底是怎麼呢 我一直在講 監視器 中壢 桃園 都會區 可能7多 OK 萊爾夫很多 非常多的監視器 但是呢 沿海 還是最需要的監視器 局長我講這點 你不要認同嗎 我非常認同 所以說呢 需不需要再檢討過 檢討過全市的監視器 是不是有檢討的空間 局長我這樣說 你的認識怎麼樣呢 跟益作報告 我們大園區 大園區明年要建置260隻 後年是266隻 我講的建置沒關係 但是你要找對的地方建置 所有大桃園市裡面 你應該哪裡要多 哪裡要少 要放在哪裡 這個是你要 我不是要你要很多很多 但是要很有用 我講的意思 跟益作報告 就是說我們要裝在哪裡 我們都會接受這個李林長 還有包括益作 還有民眾跟你們反應的 不是這樣局長 重要入口 重要入口好不好 每一個里長都說 要裝在我這裡 我們有24個里 你要裝在哪裡 跟益作報告 我們還是會 我們專業上來考量 自安的要點 交通的要衝 對 引擎專業的考量 把重要的入口為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里長慢慢跟他溝通 里長能夠接受 你說你也很認真 在中央爭取經費 大概里長都曉得 所以我希望 從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重新給我們一個借鏡 來檢討一下 來檢討 就是這樣 我們會全面來檢視 對啦 不要說裝了那麼多 結果5公里到10公里的地方 竟然找不到他 從草踏地區到海邊 他找到的地方是海邊 只有我看的實在也很心疼 但如果能夠早一點找到 也許大概沒有這個事情發生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還有 我就借這個意思 譬如說我們固定的測速照相 在A1的地點 有沒有很多固定 去年104年A1有幾件 118件 118人 118件 105年到現在9月份 到10月份 現在是79件 81人 81人 結果也沒有減少多少 減少一件 增加一個人 對啊 但是A2的話減少三個人 所以說我在想說這個 我們固定測速的地方 是不是有 當然也許裝在那裡 就沒有發生車禍 但很多地方都是經常固定 放在那裡 唯一的功能 只有照你超速 罰你錢而已 沒有達到我們A1的功能 局長我這樣講的意思 我們一共固定室的測速照相 有123處 全室 全室123處 明年會多建置6處 去年的118件A1 跟今年的80幾件A1 在固定測速照相的地方 有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這個部分我們回去再分析 其實A1的地方 跟你照相的地方 是不一樣 所以說 是不是有需要再檢討 有需要再檢討嗎 是不是我固定照相 就專門照這裡 只有罰錢而已 沒有達到我們要 讓它沒有發生A1的功能 減少車禍的一個作用 譬如說這個有裝置的 我們會經常移動 我們這個基座比較多 那這個照相的設備 是123具 那我們可以移動 所以每年的這個十大的造勢路段 都會有變化 所以我們剛剛 蘇議員講的 我們的預算 稅入是八億多 結果是超標到五千多萬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包括那個保留 對 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A1能夠減少 好不好 我們固定照相的 希望能夠達到這種情形 不要為了照相 就收錢 沒意義 把A1 跟一座報告去年118件118人 跟102年118人 是我們歷年來最低的 所以我們是把它列為目標 我想局長也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不外乎就是還有進步的空間 是 為了桃園市民的安全 生命安全 好不好 謝謝局長 謝謝兩位 請坐 好 也一樣請教那個李局長 在您陣內 這個因監視器跟天頭地網 而破案的案件 在百分比的比例大概多少 大約 是說監視器的 對啊 還有天頭地網 那像今年一到六月 我們偵破的大概將近六百件 那釐清這個造勢責任的 八百多件 交通事故的 所以說 那所以說逐年增加的 因為我們建制也增加 這個增破刑案 這個也增加 對啊 我本席建議 明年度的預算 警察局的預算 除了你們既有既定的開銷之外 我建議 著重於這個監視器的創設 因為現在建制全民 警察局來統一管理 對不對 所以說過去非常多的案例 包括趙陶 包括切刀 包括總統的 屬於治安的問題 都很多因為監視器的功能 造成破案嘛對不對 所以說 我也建議 這個 我們桃園市有十三個區 裝設監視器 當然有你們專業領域的考量 那我是建議說 以說 我們十三個區 這土地面積 的寬廣 來裝設監視器 不要因為說 原來就是天鄉 天鄉 天鄉